先点亮MDA 点亮MDA点参数 慢点慢点 点参数 然后把这个读图模式改成洗刀读图 0就是车柱 1就是拉槽 改成1 按1 第一步先改这个 拉槽的一个 倒数这是4段 你想拉6段也可以8段也可以 根据木头凸起来 再拉6段就输入6 按6点输入把它改成6 然后麻花角度 360度它就是拉一圈 就是转转一圈拉麻花 0就是直线 180它就拉半圈 然后这个是 麻花比例长度 麻花比例长度是 拉这一段 拉这一段你要把这个长度量 你如果这个长的话 这一段 这一段是240 转240这一圈 然后下一步还是读图 点程序 先来MDA点程序 找到文件目录 这个就是拉槽的图 点输出 取个新文件名 5000以内任何数字 然后先编输出 然后先编辑 找到程序目录 放在那个33点输入 这就是那个图 对刀 下一步还是对刀 找到位置 一定要注意 把这个F字都尽量往后碎 嗯 然后使用主要打电 然后想从哪个地方开始拉 就把这个刀对在哪里 把图形关闭 还是按住对刀键按两下输入 把它绝对这边清零 嗯 点了自动 点这个循环启动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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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